Hello 我是博勝 那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Town S Town S的車款 目前這台車的話是木床 木床有加三面仙的 有加三面仙的一個車型 那我們現在幫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三面仙的一個 怎麼仙法 那在這邊給各位多個示範 從旁邊幫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旁邊的話也是一樣 我們打開的時候 可以搬上來 記得上面要刷一下 做固定 看有沒有固定好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打開的時候 這個到底 到底記得一定要鎖到 要鎖好 確定有沒有固定數 OK 這樣來講其實一天才不會掉下來 那我們這邊看法就是三面仙 它掀開打開的一個部分 像這樣 它整個打開 它就會整個空間都可以運用到 這是屬於三面仙的一個車型 那如果你有購買湯S的話 可以考慮加裝三面仙的 或者有同事的 或者有護欄的車型 那以上是幫各位介紹我們湯S 木床有加裝三面仙的一個車型介紹 那如果覺得今天的影片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把旁邊放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如果說我們弄好之後呢 可以把這邊 我們拉開 好記得要鎖緊喔 這樣避免行進肩的時候才不會飛掉 好啊這邊也不一樣 好 幫我們 直接 打開之後 好 接下來 記得要鎖好 鎖好才不會行 硬件會晃動 那這邊的話 再幫各位看一下 我們做個顧遠 記得要開開開關 放下來記得要鎖好 鎖好 注意一下它有沒有固定好 有沒有固定好 有沒有固定好 OK 檢查一下 那上面有鎖頭 我們也可以在這上面直接上鎖 如果你有放貨品的話 記得一定要上鎖 避免招小偷 旁邊一樣檢查一下 OK 那以上的話 是我們湯S 湯S三面線的一個介紹 如果覺得我們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拜拜 完了